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22日 今天是星期日 好 今天是 大年初一 在這裡跟大家拜個早年 祝大家 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我們香港人最重要 今年 繼續以光復香港作為目標 希望我們套年 能夠做更加多的事情 今年 一說農曆新年 有很多相關的事項 有些時候 每一樣東西都跟政治有關 我們這一節也要討論相關的問題 農曆新年 全港多處 是上演 民間煙火 又或者叫做煙花大會演 民間版本 這個行為 其實絕對是違反法律 但是居然 在整個香港不同的地方居然都有相關的行為 事件 令人想起幾個問題 第一 新界地區 是不是已經 從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了出去呢 第二件事 這個 盡情放煙花的行為 令人想起就是內地 內地 作為一種對抗的意識 在新年的時候 瘋狂放煙花 我們可以看到 在生活上面 在文化上面 在節日上面 我們依然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看到 有對抗的影子 在裏面 當然了 香港是不是到了這個地步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們可以 比對一下 可以研究一下 我們繼續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輪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好 新年來了 兔年來了 今天有很多相關的新聞 應該最好笑的那一節 是內地 不過稍後再跟大家詳細說 兔年剛剛開始 全港多個地區上演民間 這個煙花大會演 裡面包括大量新界的地方 當中包括大埔 屯門 等等這些地方 有市民在家 在家 窗外拍攝 說外面 以為遭到炮火攻擊 看真一點 原來 是放煙花 不說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 跟炮彈聲也有點相似 本身 煙花就是黑火藥 也是曾經 拿來當成是武器的 黑火藥 但是因為黑火藥 爆速不夠 跟近代的無煙火藥不能相比 所以子彈的發射 現在不是用黑火藥 當然 現在黑火藥一樣可以當作武器 但是 效果一定是不及現代的槍彈 所用的無煙火藥可以比較 所以煙花 煙火本身是違禁品來的 因為本身 黑火藥可以拿來做炸彈 每逢 去到新年 整個香港好像變成武王館一樣 真的要問一個問題 新界 是不是已經獨立了呢 為什麼 完全成為了 無人地帶一樣 完全是沒有人管 是不是變成了九龍城寨呀 是不是變成了三不管地帶呢 也有大埔就是廣福村 廣福村的居民 從家 窗裏面拍攝 拍攝到 就是看出去 這個是吐露港 吐露港公路海旁這一邊 肯定 有人在那裏放煙花 因為拍攝出去 這個是大王爺廟附近 即是 吐露港公路從 從大埔方向就是出去沙田 出去馬尿水 看到 吐露港公路上面有人放煙花 而且放得相當激烈 不是快閃放一下 是大量 猶如是沒有網管 不停在這裏私房 那個時間大概是凌晨的時份 把相關的影片上載到社交媒體 在Facebook 就是被市民看到 整條片相當之長的 分幾宗 不停 放煙花 裏面有說到是大王爺廟 附近放完炮掌 再放煙花 是漂亮是很漂亮的 但是嚇到貓貓狗狗 也有 廣福村的市民上載另一條短片 短片 1分 19秒 說 廣福村居然有煙花體 祝各位 花開富貴 恭喜發財 擺明居馬 按照香港 那個 人民法院 的說法 這樣做 真的隨時犯法 隨時說你煽動 我不知道這些 即是 磅煙花的人是黃藝藍 我只是知道每年農曆新年 新界地區都有相同的情況 完全進入了無人地帶 完全失去法治 根據藍絲所說 這個做法 是徹底 是違反法律的 他們最喜歡說 犯法就是犯法 但是被我們發現 很喜歡 在這個時候搞元朗獨立 屯門獨立 天水圍獨立 很多時候都是親建制人士 新界地方 那麼多不同的鄉村 他們 完全 視香港的法律如無物 在這個新年不斷施放煙花 這樣的做法 怎麼能夠有公信力 現在元朗是不是獨立了出去 大埔也獨立了出去 大埔在吐露廣況 這個真的有機會 就不是村民 不過也很難說 不能夠 下定論 事件令人想起就是中國大陸早前爆發的這個 是叫做煙花革命 當然煙花革命現在暫時無影無蹤 跟白紙一樣 白紙雖然現在無影無蹤 但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重點 是 白紙 煙花 當然煙花時間較短 白紙革命 是已經印在中國人的內心裏面 當然不是全部啦 但是你可以說這一次 是一次的第一次覺醒 因為這個絕對清零政策 令到 有大量的內地人 終於知道甚麼叫做追求自由 雖然 現在暫時未足以是造成任何的下一波 但是你永遠都不知道 永遠有一個 蝴蝶效應在 就算力量多麼小 一樣有機會 成為往後 巨大的風暴 又有誰想到2019年 一個反送中運動 一個陳同佳案件 一個蕭建華案件 蕭建華案件 我們認為才是真真正正的 是2019年爆發 最早的源頭 因為中國大陸 想在香港夾走那些 在中國內地逃亡下去香港 然後 因為有邊界 能夠在這裏繼續逍遙法外的人 所以 就是想了一個 逃犯條例出來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白紙革命 來自這個 絕對清零政策 習近平要絕對顯示他的權威 要搞政治鬥爭 要在二十大連任 絕對清零成為了他的政治綱領 成為了鬥爭 的藉口 所以 內地的人民成為了鬥爭的對象 原本要鬥低政敵 後來要鬥倒人民 但是人民想不到 居然 通過了二十大之後 更加是爆發史無前例的對抗 承接下去 到了新年的時候 內地人居然 視公安警察如無物 不停放煙花 要慶祝 人民獲得自由 我們認為在一個獨裁者的眼中 所有這些行為 他們都不能夠接受的 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做官的 我手上有權力 跟香港也很相似 香港 真的 說得難聽一點 無論怎樣也好 我們也有旅近的地方 尤其是港共的官員 跟土共一模一樣 基本上完全是同一種型號的人 他們手上有權力 他們忍不住要用的 所以 你想想 習近平一定不會善罷乾憂 一定覺得這次我沒有面子 我要向你讓步 我一定要 要追回頭 還要贏你10倍 他一定是這麼想的 所以我認為中國內地 很快又有極度荒謬的收緊政策 其實已經有了 我在想 可不可以再另一節再說 北京 過春節的時候 禁止所有民眾 叫做 哭窮買慘 什麼意思 新年不准說窮 不准說慘 你看看多荒謬 跟絕對清零一樣 這次叫做 絕對不准你 不行 你窮嗎 不行 每個小康 社會發展小康嘛 這個是習近平的江領來的嘛 你說你沒有錢嗎 不行 被富貴 不是真的給你錢 不准喊窮 被富貴 趁著農曆新年初一 我們再說 希望大家新年許願的時候 除了 就是新年最進步 財源廣進之外 第一 我認為身體健康很重要 第二 我們記得 真的不要放棄我們自己 不要忘記我們香港人的身份 今年的農曆年 我覺得份外有意思 因為多了很多 香港人是離開了香港 更加顯示出 我們是這個 中華地區文化的載體 農曆新年 絕對不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很明顯是 現在是獨立於那些華人的團體 在英國 加拿大 美國這些地方 香港人會有自己再去搞年宵 其實這個是一個相當良好的現象 正正顯示出我們有 獨特的文化 獨立的文化 我們在這裏希望 今年的願望 繼續希望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希望大家繼續自強不惜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下降了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